我们主办单位台东领馆处的张处长 台东县议会陈副议长 我们水保局的徐副分局长 还有我们县府的农业处 教育处的各位同仁 我们在场还有很多的贵宾 特别是我们很多的村里长 还有很多的社区的理事长 各个学校的老师 大朋友小朋友 台东所有的乡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县城好 我要先请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 今天我们一起又为台东 种了一千多棵树 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一千棵真的太棒了 一千多棵 我今天自己跟两个小朋友 我们合力就种了三棵 感谢林务局跟县政府能够这样来合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 我们台东县我们的绿 绿色的绿 绿覆盖绿 到达94% 其实是全国最高的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我们从来不能够以此为满 我们还是不断地继续的来推动造林 光是在县政府这个部分 我们平地造林 山地造林 大概总共有一千公顷 一千公顷换算多少棵树啊 大概有超过两百万棵 那么林务局在去年 我刚刚问了一下处长 他说去年从他们这边推动出去 大概有种超过二十六万棵 那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这个森林公园 我们的县政府这个苗圃 我们都每年都有请很多的员工 在这边培养新的树苗 一年大概可以培养十二万株 十二万株的树苗 那么分送给我们民众 机关啊 学校啊 可以从这边拿树苗 然后免费的就可以拿回去种 那透过政府机关 透过社区 透过民间 大家一起来种树 相信对改造我们的环境 然后让地球能够更永续的 这个发展下去 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我相信造林种树 已经真的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我们在看到很多的先进国家 你要去砍一棵树 即便那棵树是种在你们自己家的院子里面 都还要政府核准的 我们也期待 也许将来有一天台湾的法规制度 也可以走到这一步 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砍一棵树 即便是种在你家自己的院子 政府没有准 政府还是要罚你钱 有些时候他准你 因为某些原因他准你砍了以后 他还要你补重两棵 砍一棵要再补重两棵回去 那这个就是进步的国家 他已经开始重视到 这个全球暖化 环境生态被破坏的这样严重的问题 我们大家这个地球村的公民 全部都要有这样的意识 大家要共同一起来维护 那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活动 我看到很高兴 社区也来了 我们小朋友也来了 让小朋友也从小养成这样的观念 那这样子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地球就更有希望了 那今天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也在这个活动的现场 我们的这个动物防御所 也搭配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让我们的流浪猫犬 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来 认养认领 刚刚我进现场的时候 我们准备的这个 总共有十只的小狗狗 刚刚已经认养六只出去了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全部被认养光了 我们今天特别推动 让大家认养的时候植入晶片 那么是可以全部免费的 那其实我们未来会陆陆续续 借这样的机会 把这个活动持续来推动 那希望一方面 让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弃养 让这个猫狗 太多的流浪猫犬 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 更发挥爱心 一起来协助我们政府 来推动这个任养流浪猫犬的工作 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台东的环境变得更好 祝福大家 谢谢